老師好 各位 大家好 我是唐潤友 每週有個朋友 被我認識了長生學 2014年我上了初中班 2015年上了初中班 我上了初中班 我就回調整站 做義工幫大家調整 我調整之後 有幾位都說 我很舒服 你幫我調整 我說 你有沒有什麼感覺 我說好像有些很熱的東西 在我的頭上這樣下 我自己也不感覺 我繼續在調整站 沒有停地去調整 到2016年 我就上了初中班 我又繼續去調整站 有一天 我自己在家裡痛苦 我也很痛 我自己調 自調 我調整一下 就好像沒那麼痛 這樣 我叫我弟弟來 我弟弟又來 他說 要不要去醫院 我說好像沒那麼痛 我就沒有去 但是那一刻都在那裡 第二天早上 我說 還是去醫院 就叫救護車去醫院 去到醫院 我繼續自己都調整 他不是說很痛 但他繼續是未未痛 知道醫院後 就照這幾個小時之後 醫生說 很少東西而已 待會我幫你痊癡 半個小時後 就好了 半個小時後 到輪到我進去做手術的時候 怎知道我小孩子在外面 醫生說半個小時 為什麽三個小時 姐姐還未出來 她很害怕 我自己也不知道 後來三個小時 她出來 醫生才說 她的腸已經穿了 所以要做手術 切了一段 她說 手術很成功 幸好不用揹個袋子 當時就送我上去 我醒了 醒了的時候 我就覺得痛 我就自調 一手就在開刀那裏 一手就施斥 我整晚這樣調 她不是很痛 很舒服 我就沒事了 然後回來 後來醫生先通知 她說我已經是第三期的腸癌 我說 第幾期是最後 他說 第四期是最後 已經進入很危險的時候 我也很害怕 怕人怕 但是我繼續自調 我又繼續回去調整站 又是幫人調 那些師兄師姐又幫我調 總之不斷地調 後來醫生說 我要做化療 我做化療 我很害怕 我聽說做化療很危險 也好 醫生要找做化療 就做化療 醫生說 你做化療 就會吐的 又會肚餓的 又會暈的 我說 做就做吧 就這樣 這樣就做化療 第一次化療出來 沒事 很好 很好 只是覺得沒有胃口 但是又沒有吐 又沒有肚餓 又沒有暈 我繼續做了一個療程 十二個化療 我化療完之後 最後的一個化療 醫生說 你的進步已經完全沒有了 他說 我這麼多個人 化療這種 個個都說有吐 有暈 有餓 但是我沒有見到你說 有吐 有暈 有餓 你很奇怪 但是我 我自己知道 因為我自己自調 我自己自調 有時候我弟弟來 又幫我調 不斷地調整 我自己自調 只是入藥的時候就辛苦 入燃藥 我就很精神 我繼續這樣下去 去運動 去做這樣那樣 所有家庭 我這麼久都不需要人來幫忙 在花療之中 都是我自己做的 所以我就繼續 我很感謝長生學 我能夠認識到長生學 得到我有今天 我已經做完最後一個花療 醫生連一粒藥都不用開給我吃 他說我已經好了99% 所以我非常感謝 好多感人 謝謝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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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老師